的结果,我们主要是希望说知道大家的一个程度啦,因为如果程度若差太大,或者有的同学有学过,有什么没学过的话,那其实就会上课,其实基本上很难抓到大家的中间词,所以我第一门课一定会先大概统计一下,那看起来大部分同学其实都还蛮整,都还蛮OK的,就是至少都有一点点的,基本的以色谈数,或者是学过VBA的入门, 再来学这门课可能会刚好,否则的话会比较辛苦一些些,那当然你如果愿意多花时间,把前面的入门部分再补起来的话,当然也是OK啦,就是说难度会稍微又比较高一些些,但也不是完完全都无法理解,程式我建议是循序渐进的,按部就班的,因为如果你前面清楚没打好的话,你后面血会相对的比别人辛苦一些些,那像这种专业, 其实说真的养成,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些,也就不是说你马上学,马上可以会啦,所以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主要就是说你愿意花时间,我想你要把程式学会,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我们这门课呢,主要是希望提供我一些, 我至少因为我写程式超过20年,20几年,OK,交程式也交超过20年,所以我至少在这部分有一定的经验,可以把我觉得比较,不会浪费大家时间的方法,就是分享给大家啦,因为其实,至于VBA程式该如何写,每个人都不一样喔, 你会发现每一本书写的,同样解决一件事情,书里面写的都不会完全一样,或者是不同的人,在写同样的程式,也都不会一模一样,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当然这东西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只要能够把结果做出来OK,其实就是OK的,那只是说呢,要怎么写会比较,比较没问题啦,那另外的话也不容易犯错,也执行起来也会比较有效率,这都是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OK,那所以这个还好,第二个的话呢,希望上课以哪文为主,大部分同学还是比较focus在那个,大量的工作表, 的合并跟分割,OK,那也就是我们在初阶班的话呢,主要是讲单个工作表,顶多是两个工作表,对没有,那如果你要大量工作表的资料合并跟分割的话,那如果利用那个VBA来做的话,怎么样做会比较简单,OK,那其实方法并不困难啦,分享一些我的诀窍,而且是书里面没有讲到的,因为书里面有些你会发现程式写的真的是 太长了,当然他写的没有错,有些作者比较喜欢用物件宣告,物件导向的观念,先宣告一个物件,然后再去使用这个物件,然后最后再把物件关掉,也是OK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可以写的更精简,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所以我会分享一些, 我写作的一些心得分享,程式尽量,我的风格是尽量,程式能够写短,绝对不会写长,没有人想看到那个程式一大堆吧,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 推荐各位以后可以慢慢再学Python吧,我觉得Python 优势就是说它程式也是跟VBA一样简短,可是处理的事情其实也蛮多的啦,OK,两方面不是说谁取代谁,而是说可以互相的 协同应用,比如说我觉得那部分它比较强,那我用那部分 如果VBA这部分比较强,比如说我已经在Excel里面的话,档案里面的话,然后这部分当然VBA相对会比较有优势,除非说有些部分 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方案,比如说像爬虫好了,爬虫目前看起来还是Python会比较强 当然VBA也可以爬资料,只是说它爬的这一个功能可能没有像Python这么强大,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把它爬下来之后呢 把它存成Excel嘛,或存成CSV嘛,然后你Excel再接手嘛,也OK啊 或者甚至你可以从VBA去呼叫Python,去转完结果再取得打开就好了 也是可以的,这两方面是可以协同搭配着使用的,绝对不会有问题啊 不是说你今天学了这个,你另外一个可以丢掉了,没有啦,像我的习惯是 凡学过了都还可以将来可以用嘛 那就是看哪一个比较好用,毕竟这些都是工具 工具反正就像你要解决一件事,就像你要来到这边就有交通工具嘛 那哪一个交通工具比较好,那看个人嘛,你习惯你不想开车 你就不然你就是坐车嘛,如果你住得比较近,你要不是走路要是骑乌拜,要不是骑个摩托车 不然你如果开车来,简直是折腾嘛,所以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开车 而且开车的话常常会担心路上有三宝嘛 当然就看这工具没有一定,就看你心情而定,有时候你看心情嘛,你今天如果不想开车你也可以学 不过就当然你要了解工具怎么用嘛 像我发现有些人只会开车 他不会搭火车,不会搭地铁,搭迁运应该没问题 高铁或搭飞机这些他不太会的话,他就只能开车的话,那当然会受到局限 像我旅游的话,我是还蛮喜欢搭个火车 然后选个好的位置,我一定要抢到位置,然后坐车上 然后就安排一段行程下车,然后走走,然后再上车,然后再准备一些点心 车上还可以享用,然后到下一个点,然后继续再下车,走走看看 然后继续上车,上车也可以睡觉嘛,也可以听个音乐嘛 看个书嘛,对很悠哉,不然你开车哦,我发现哦 开车,我发现全部人都睡着了,只有你不能睡,你很想睡 但是不能睡,对不对哦,OK哦 那如果坐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OK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然后另外的话,资料库 那基本上,我跟各位讲,以色列本身你就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虽然它不是标准的资料库,但是它其实是准资料库 因为它就是一个类似资料库的应用嘛 所以为什么SS越来越少的用 就是因为被以色列打败了 以色列太好用了嘛,对不对,那我干嘛用SS 我就直接把资料放以色列我就好了嘛 我干嘛还拿多一个SS干嘛,又那么不友善 而且还要另外再买一个授权,那微软又很爱钱 一定要给钱,对不对哦,我买一个SS授权很贵耶 对,那谁要买,所以会越来越少的买 可能也是这个因素吧,OK哦 那所以呢,我大概会提一些有关资料库连线的方式 那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我这边有提供很多的范本给各位 也就是你只要会复制贴上修改 至少你看得懂,修改,那就可以用了啦 OK,所以我会提供很多的范本 这个是我多年来累积下来的范本 已经修改过很多最后的那个,应该算是精华的 OK,而且RUN也没什么问题啦 因为多年我授课这么久了,还没有同学跟我说 城市有什么问题,有的话应该早就说了 目前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有些东西其实说真的,像这种专业知识 你不见得一定要把每个专业知识都完完全彻底彻底了解 因为你不是学出研究嘛 你最重要是会用就好了 如果你是学出研究,那应该别乱 但是如果你只要会用,你就找到会用的那个方法就好了 否则的话你看,光ADO,这个专有名词 就是一本书,好几本书了,对不对 那我以前就傻傻的,每一本书把它借回来 看完之后反而不会用 因为太多方法了 后来我想,对我干嘛,每个方法都学 后来我发现我只学一种方法 后来我就用那个方法,就通通搞定 OK,我发现,当然也不是说叫你不要去看 是说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 而且你想要多了解一些相关的东西 那可以,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纯粹只是希望解决你工作上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啊,这样就够了啦,说真的 不然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时间 还有那么有学术研究热情 对不对,反正你想要学术啊 那其实真的要有热情 不然的话,有你研究不完的东西 OK,而且有时候发现你做学术研究 你paper写好,论文写好 快看的人,参考你的东西 寥寥可数啊 哎呦,我那么认真做了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好多年的力气 参考的人就那么几只小猫 那感觉很没有成就感 还不如我上课录个YouTube影片 放上去看的人 一天的数量就超过我的 那个论文看的数量了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不可以类比啦 只是说,感觉这个有时候你要 如果你只是想要刷刷存在感的话 对不对 就当个录个影片 至少会比较有那么有成就感一点点 OK,当然不过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的需求 只是说要拿来用的话 OK,那其他的话大概就还有什么 像那个资料查询 那这边后面会提供给各位说 如果你希望把Excel的资料 快速拿来做个查询系统的话 并且把查询结果自动产生一个工作表 自动储存起来的话 那其实Excel VBA非常简单 程式大概也没几行 就可以完成你要的结果 那这个如果以前用资料库就要用SECLE语法 SECLE语法可能用什么slate 什么给它会有的叙述 然后给它条件 但你会让你好把SECLE学好 但如果你不想 或者你想要只是简单查询的话 跟各位讲 VBA里面就有很好很简单 而且每个人都会用的功能 很快的可以把资料查询出来 所以Excel带给我们什么 就是基本上 就是简单 结构 因为它可以避开像资料库那么复杂的 比如说资料形态 第一个它不用定义 如果你资料库第一个 你要定义说 你这个栏位要放什么资料形态 你是要放数字呢 数字还有分有没有小数点 然后数字还有分长度 那一堆 最后发现 Excel都不会问 反正你放什么都可以 这个其实比较符合大数据的精神 大数据来源不确定 你多大不知道 反正资料来了 总可以放 有个地方放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今天定义好了 那动不下 怎么办 再去改结构 那永远改不完 大概是这样 像Python也是一样 Python也就是不用宣告形态 你变数也不用宣告 这一点的话跟VBA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感觉得到了 未来的比较热门的语言 它都有个特性 就是很多地方都资料形态 或者是说定义 它慢慢比较不需要让你做太多 OK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还有基本的 这些都基本的 后面会再叙述 那为什么呢 大部分都工作需求 你要想要提高工作效率 那其实确实 现在的职场上 真的你如果不会程式设计的话 你想要早点比别人早点下班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OK为什么 因为程式一下OK了 但如果你自己把自己当回圈来用的话 有没有 每天C-C-V-C 每天都很 而且你两手还要并用这样子 有没有 一整天 那最后可能还有什么 50千 还有什么 什么妈妈手 反正就是说会有那个 肌腱关节的那个问题的话 那都是因为你用太多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应该是善用电脑里面的 程式里面最后就回圈 跟逻辑判断 那你就让你只要知道规则之后 把规则写完了 然后让他跑个回圈 那这件事情呢 就从此以后都解决了 也就是说 你就不用每天再做同样的事情了 也就是一劳永逸了 也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企业里面很多员工 我每天做的事情每天都一样的话 那其实说真的 我只要请一个工程师 把你的工作所有流程 都把它写成程式 那我就可以不需要你了 OK 其实这个还没有叫到AI 这个只是自动化而已 自动化 OK 那如果再加上AI的话 那就可以再更加的变 有更多人工作 可能他稍微有点变化 不是完全没变化 有一些参数的话 那他可以透过经济学习 可以把那些参数再加进来 那可以取代的人的工作 那更多了 OK 那这个部分呢 是电脑的优势 可是是人的劣势 也是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以后的话 你的工作如果重复性越高 有没有很多同时性 那可能被取代的机会 也就相当高 所以哪些工作可能不会被取代 目前可能就 如果你是写程式的 Programmer 应该是暂时还不会被取代 因为你必须要有人去写 不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OK 他怎么会知道这里的 最多的话 经过网站 OK 第一名 八个 五十七 第二名的话 是经过我的部落格 跟我的YouTube频道 OK 第三名是推荐的 OK 大家知道一下 那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话 大概简单介绍 我刚刚有个简单叙述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大概说明一下 我大概把这个 课程定义为八个单元 主要这八个单元 不过这八个单元 有时候还是会稍微微微调 有时候可能针对 课程重要性 会做一些微调 不过基本上大概是 各位看到的 这些步骤 那今天的话 第一个就是 我会讲一些有关 等于是 初阶班的 进阶的延伸 也就是有些题目 我会把它提出来 一样 我会问你说 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用图法练钢的话 要怎么透过 这e sale解决 但是初阶班主要 会先讲 e sale里面的函数 但是进阶班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 跳过函数了 也就是说 直接写VBA吧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e sale里面很多地方 如果你用函数 写的话 会非常复杂 而且甚至写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VBA就派上用场 而且你会发现 工作里面很多 越来越多 可能太复杂的事情 还是写VBA吧 不然的话 你用e sale里面的函数 你写 可能即便写得出来 也累了半时 而且 因为它的公式 就一行而已 也就是它 如果VBA可以写很多行 可以慢慢叙述 但是e sale里面 不能写很多行 除非你拆很多蓝 那也麻烦 还有呢 VBA可以写错 错了它告诉你 哪一行错 你可以找错误 但是e sale的公式 错了 它就错在那边 但它不会 它好像会停在那里 但是它就没有一个 让你知道说 到底你错哪里 再来 公式里面也不能有变数 所以你不能说 我先找到一个东西 我先把那个资料 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之后再拿来用 也没有 所以用起来 其实用e sale 公式的部分的话 大概简单的事情还可以 但复杂的事情 真的不太推荐 OK 所以你可以试情况而定 如果那件事很简单 那你当然用e sale的 函数就可以了 好 那这部分大概是这个方向 那当然接下来我简单 介绍我自己了 其实我常就讲说 如果你Google 吴老师的话 第一页就 第一页的第一个连结就我的 我的教学部落格 那再来后面好像 那个第一个page里面 就会有四个我的连结 第一个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我的YouTube频道 第三个我的教学论坛 第四个还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因为我部落格一个放Google的 一个放匹克帮的 通通都进到第一个page 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可以 那个首先搜寻 就可以搜寻得到你 你是不是有买广告 OK 跟我讲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买过广告 当然我曾经有冲动想买看看 但是后来还是想说 还是算了 买广告干嘛 OK 那为什么可以排在前面 其实应该也很简单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内容 因为你内容 如果是刚好是人家搜寻到 是他们需要的话 那他们理论上会停留的时间很久 所以呢 浏览器它cookie里面会记录 它会收集你停留的时间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会被再拜访 如果会再来的话 表示这个也确定是他要的 那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怎么样 还有其他的啦 比如说他可能会不会再看你其他的东西 诸如此类的他会有一个排名 有没有分数排名 那如果排在比较前面的自然就列到上面了 OK 因为最近我发现我的关键字曾经排到第二了 为什么因为那个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因为现在第二那个是吴老师 他是教人家打麻将的 那没办法打麻将 而且打麻将这我就没有办法了 打麻将应该不要 而且我发现他应该有买广告吧 我发现他好像一再习广告 所以他可能比较 他最近可能他没有在买广告 又被我超前 OK 反正不管啦 因为像这种东西就这样 如果你希望被别人知道你的存在的话 那你势必你必须在跟你有关的关键字里面出现 如果你出现了 那表示你是存在的 如果你没有出现 那表示你就不存在了 OK 所以以往的话可能就是有别的价值 那现在这个年代的价值 因为大家都会搜寻嘛 对不对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YouTube YouTube更多 YouTube 因为我YouTube上面放的影片 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我放了超过万个 我不知道几万个 好像两万个还是三万个吧 OK 那当然也就这样关系 所以你们如果搜寻你是有VBA的相关教学 你会发现都被我洗版了 有没有 应该如果搜寻过应该知道 之前我自己有查了一下 我发现 怎么所有的影片都是我的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不是我特别优秀 也不是我特别会教 是因为我有分享 OK 其他也不分享 那他自然没有被看到 所以这个年代是 所谓的共享的年代 所以如果你愿意 我觉得可以做一点事情 内容是有价值的 而且我觉得你越是想要把东西藏起来 越藏不了 OK 那我不担心 反正我就是 而且我本来的心态就是我就是要分享 没关系你们尽量看吧 我还怕你们学不会 OK 那大家都学会的话也不错 这样的话 整个台湾就不一样的话 所以国外的人很喜欢来台湾找工程师 你们工程师很厉害 像之前有一个新加坡的 他说我们大概五个人 你们一个人 他们一个人的薪水可以请我们五个人的工程师 他说你们工程师又便宜又好用 OK 所以其实但也是因为 大概有这些 其他的未来就有趋势了 所以讲 ABCDE 最底下这个金融 FinTech这也蛮重要 现在我发现 很多金融业被迫一定要学城市 你若不学城市的话 你可能在 那个行业应该就慢慢没办法立足了 其他的话 甚至还有AI 然后大数据 云端 云端运算 然后还有像一些人眼辩识等等 这些我讲都是趋势 基本上这些东西都跟城市设计有关 OK 再来的话 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 因为我刚刚提过 Google 部落格 甚至YouTube 上面有3.3万 然后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最早担任过城市设计师 很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撰写这个城市 现在的话主要在学校单位 分享一些心得吧 然后企业也有一些课程 像最近也帮全球人寿 他们上一些课程 金融业 那这个是奖项 这就是OK 那趋势先锋等等的 那证照也是 当然有空就考一下 现在有上一几张 最近拿了一个Power BI的一个证照 我觉得Power BI 有点像那个枢纽分析表的进阶版 OK 所以如果你有大量的资料分析的话 其实可以Power BI OK 但问题Power BI有个问题 就是它里面没有像VBA可以写城市的地方 所以它还是类似像以色列的公司 我觉得它能用的还是有限 所以变成说可能也许是接力赛吧 我前面前面的资料的收集汇录等等的 也许可以用程式来解决 但是Power BI很厉害就是它的dashboard 就是它那个视觉化那个部分 那你把前面东西做好丢给Power BI去秀就好了 秀的部分它很厉害 所以你可以拿它的强项来搭配 OK 这个是证照 给大家提一下 那我的那个这个这个YouTube的部分 OK 那再来参考用书的话 这个是初阶班有推荐的 就是Excel的函数 那VBA部分的话 我蛮推荐这日本人写的书 那它有超图解 还有一本是这个一个是入门的 底下这本绿色的是应用讲座 那里面 不过这些书的话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它写的其实很扎实 但问题就是说它写的程式很冗长 而且不够精简 而且呢不够直觉 因为它用比较是属于物件导向式的写法 所以会相对比较抽象 因为物件导向就抽象化 对 然后那我的习惯 我干脆直接拿物件来用 我也不宣告 我直接来用它就好了 也是可以用 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啊 OK 所以即便是很多它 这些书里面所提供的范例 但是呢我会经过我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我会把它重新再诠释 所以我写出来程式就会有我自己的一套风格 OK 那写好的程式呢一样也会分享在云端上面 所以以后如果你担心说程式会写不出来没关系 可以找一下云端上面 我会把我写的程式通过放云端上 所以白板上面那个云端的路径 可能要把它记一下 因为以后 一直到最后一直上课了 上面的资料都在这 晕乱了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一些VBA相关书籍 大概推荐一下 除了这些之外有一些新的 也许你们有时间的话 不妨也可以到书店里面去翻一翻吧 因为书店一样成品有些可以坐着看 慢慢看 反正就多了解一下 但是这些书籍 我觉得有个比较通 这个共通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看的书之后还是不会写 所以程式设计最大的盲点就是什么 如果你要自己能够看书学会的话 好像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困难 所以我是希望书大家都看得懂 也许你可以花时间去看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教你怎么写 而不是说我去就这样秀出 就直接把那个结果给你看 然后你就照抄着 没有我会 甚至我习惯是自己从头写过一遍 OK 大家应该知道吧 反正我让你知道来龙去脉 我再写过一遍让你看 反正你就照着操作 另外的话我上课会把它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担心说你有些部分没听懂 没关系 反正如果讲太快的话 也许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其他还有像跟资料库有关的书记 诸如此类这一些 那这些我记得在云端上有个讲义 讲义里面有这参考用处 如果你怕来不及记的话 可以再参考云端上面的讲义 跟资料库有关 那基本上我的规划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目前开了课 前面初阶课的话 就是我前面的话是 有几个 这个部分的话是现在我们上初阶跟进阶 然后 我初阶到进阶 这个是初阶这个是进阶 另外后面其实还会搭一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 枢纽分析表已经非常好用 你不用写程式 它也可以很快帮你做出视觉化结果 OK 所以这样搭配起来 其实Excel就很足够了 只是我发现很多人在使用Excel的时候 其实只用到Excel的百分之十一成的而已 其实没有完全发挥 为什么没有完全发挥 因为不会用 对 百分之九十其实浪费了 像第一个不会写VBA 那你就很多东西就变不出来 第二个如果你也不会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你很多东西你也变不出来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Excel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你应该把这个工具把它发挥到极致 其实就很够了 你就不用弯外求 说真的 它有些东西一个工具真的可以足够大部分的工作需求 除非真的没有办法做出来的话 后面其实你可以再配合这样Python 那Python的话 其实未来其实还会规划 像有些证照方面的课程 开发上面的课程 所以这个也许在云端上也可以看到相关的参考资料 然后大概是这样 那目标的话就是按部入门再到进阶 进阶的话可能就是做查询系统 资料库多工作表 多工作布 甚至是做一些简单的爬冲 然后配合如果有需要我会讲一些枢纽分析表 简单的应用 因为它如果可以不写程式 当然就没事不要写程式 OK 反正它有功能就拿来用就好了 甚至的话 其实它也可以做出类似像Power BI的Dashboard 只是说你要自己排列 因为它Dashboard就是仪表板 它可以很多个图 只要一个变 每个都同时变动 那VBA也可以做得出类似的效果 OK 只是说这部分是要写程式 Power BI是不用写程式的 它就内建 OK 然后大致上是这样一个目标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看第一个单元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第一个部分就请各位 先帮我去云端上面去下载 所以云端的话 请各位记一下上面的网址 然后也会自动转信到各位的信箱 但你要告诉我说你的学号姓名 因为只有上课的学员可以加入 外面是不给加入的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待会先帮我下载 然后打开第一个单元 今天的话我们就直接就来看单元一吧 那单元一的话 我们先做103这一题好了 103开头的这一个 你把它打开 如果我希望打开之后 如果我会希望A栏是我们之来源 如果我希望A栏能够快速的知道 它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几个非数字 甚至的话我希望能够干脆直接把 它的三个资料分别分开来 里面如果有数字就把数字拆开来放过来 然后英文就放英文中文就放中文 所以它这三个东西怎么把它拆解 当然如果你不会用VBA的话 你可能就自己要图法链钢 C 那这全部都英文 你可能要Ctrl E 然后这个的话点两下 这个是什么 数字 这个是英文 这个就英文 那不对 如果资料量当然几笔还OK 可是如果这边有1万笔的话 你可能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如果用VBA的话就是这么 所以总共会有一个按钮 两个按钮 三个四个五个 然后一个清除 所以有五个栏位 五个按钮 然后加一个清除 所以我demo要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数字各数 里面有几个数 这个0个 这个有3个 这个有0个 这个有4个 这个非数字的话 刚好就是颠倒 总长度刚好颠倒过来 OK 然后如果要留下数字 就把里面有数字搬过来 留下数字 有没有 有数字就留下 那这个的话是留下英文 这是留下中文 大概是这样 怎么做 当然 第一个绝对不是土法链钢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用Excel里面的函数 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 可能会做到吐血 OK 所以干脆用VBA来完成就好 至于VBA怎么完成 请各位先试试看 相关的参考一样 云端白板 第一个单元 这边也有相关的参考答案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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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